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专心总得涂点啥吧,可能涂一个艺人的颜值高,性格好,三观正,眼睛棒等等 但是对于笑飞侠来说,他们喜欢肖战涂的可不仅仅是这些 最近两大代言商联姻强强联手为肖战庆生,看到之后粉丝红着眼眶又被战战感动到了 对于代言商联姻这种事其实并不少见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同一个艺人的代言可能会出现联手的情况,势必会吸引粉丝的注意力 在此之前,肖战所代言人的百威和看小造就曾经联姻过 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肖战同框,惹得小飞侠是格外的欢喜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肖战仍处于风波比较鼎盛的时期,粉丝自然就更加的关注了 最近小飞侠都在为肖战的生日做准备,代言商同样放在心上 为了更好地给肖战庆生,真果力和Rose Online两大代言商也联手了 与以往的内容完全不同 原来这次真果力和Rose Online两大品牌代言商不仅仅是为了各自的发展 更主要的是为了可以与小飞侠一同为肖战准备生日礼物 分别准备了两个内容,一个是生日大告白,一个是生日送祝福 前者是指小飞侠用手绘画作或者是手写信等形式 后者是指小飞侠录制花式言语 这些内容都有可能会被两大代言商选中 一旦被选中就会将作品送到肖战的手里 这也就意味着小飞侠画的画,写的信,说的话,唱歌的歌等 每一份爱意满满的产出都有可能会被站站看到,听到 其实看到这样的内容之后 粉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小造一系列的线下活动了 小飞侠挂在人形牌上面的各种红绳都送到了肖战手上 而且还是肖战主动提出要收回的 这次肖战的两大代言联姻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看懂之后其实不难懂,这一次也是肖战重粉的一个表现 巨大多数的知心女孩分了一个艺人数年 可能未曾当面的看过一眼 更别说给粉丝看到自己的小作品了 可以说每一个知心女孩都用情置身 但更多的是一场单恋 可肖战一直让小飞侠们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双箭头 切身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代言商却选择了所有小飞侠都可以参与其中 并且有机会被肖战看到听见的一种 代言商与肖战合作自然更清楚他对粉丝的态度 也更清楚他真的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所以看懂了这一点之后 很多小飞侠都红了眼眶 又被战战感动到了 肖战的生日将至 生日礼物将会分为很多种 也许会有各种大屏幕 也许会有各种线上的祝福队形 也会有线下的各种活动 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供应项目 没有办法衡量哪一份生日礼物是最特别的 但是对于小飞侠来说 那一份一直以来的双箭头才是真的不许此行啊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